这位先生是60岁 在2020年10月16号的时候上班 身体呢就开始感觉不舒服 像是感冒了 有发烧发热 身体怕冷 干咳 还有流鼻涕 那么第二天早晨起来的时候 身体就更不舒服了 症状呢比前一天还要严重 于是就没去上班 决定在家休息 当时呢就是感觉乏力 全身没力 肝咳 还有流鼻涕 冒冷汗 身体怕冷 往年呢在10月左右 也有过类似的过敏 所以当时呢就以为 或是过敏或者是感冒了 没有太注意 当时呢也没有量体温 因为呢 这位先生他学过原始点 所以呢在生活中呢 他也有落实应用原始点的理念 于是呢他就自己开始按推头部 还有颈部 也有请家人帮忙去按推背部 那也有喝姜汤 头部呢用了暖暖贴 当时10月呢在我们大拉斯呢 天气还不是特别冷 所以还没有开始睡 水暖店 因为呢他有这些症状出来了 就找出来水暖店 晚上睡觉呢就用了水暖店 做温敷 到第四天的时候 症状就减轻了很多 他是在第二天 第三天 症状比较严重 然后呢这两天呢都有用原始点的方法 就是前面我们介绍的 做处理 然后呢 第四天症状减轻了很多 就去上班了 但是呢 结果儿子 开始咳嗽 尤其是晚上夜里的时候 咳得很厉害 而且白天 吃东西 味觉不对了 就是变差了 这时候 才引起了家人们的注意 尤其是太太 赶紧催家人去做检查 于是呢就 都去做了核酸测试 那检查结果呢 就是 先生 是阳性 那时候呢 就是先生自己已经用原始点 做了一些处理 情况呢 也比较轻了 所以呢 医生说他的情况是属于轻微 不需要住院 可以回家休息 如果有恶化 就再去医院 他儿子的核酸测试呢 结果 也是 阳性 那太太和女儿呢 是 阴性 这个时候呢 就是先生打电话给 达拉斯原始点的职工 职工呢 就跟他一起分析 这个前因后果 看看呢 就是他 都有什么症状啊 都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处理呢 就是当时他的症状是 还有发烧 那时候就有量体温了 是在 深室的 38度左右 也就是华氏的 100度 100度多一点 这样子的 有一点点 低少 然后呢 还有轻微的干咳 讲话的时候呢 有鼻音 有鼻色 经过这样分析 职工 有建议呢 就是白天 增加暖暖贴的用量 用 三明治的方法 这个方法 前面呢 纽约的素学长 也有介绍过 就是在脖子的前后 把这个暖暖贴呢 放到这个 一种这个 微博里 然后呢 用三明治的方法 前面一贴 后面一贴 然后前胸 后背 也是用这个 三明治的方法 前后都有用这个 暖暖贴 增加暖暖贴的用量 因为它还有干咳嘛 然后呢 用姜粉 来喷鼻 一天呢 做三到四次 这样呢 可以解决 它这个鼻色的问题 然后晚上 用姜水 泡澡 增加热能 还有呢 增加休息 同时继续喝姜汤 是温热性的食物 这个时候呢 它已经开始隔离了 然后建议它自己呢 自我按堆头部和颈部 每天至少做两次 晚上呢 睡水暖垫 水暖垫的温度 稍微调高一些 这样呢 整夜的做温服 这样做下来到 第八天的时候 症状就全部消失了 痊愈了 但是我们这里呢 就是要求隔离 要有14天 所以呢 就继续在家里边隔离 两周之后 就再去做测试 那时候呢 就是隐性了 患者的心得 因为呢 有原始点的理念 所以原始点常用的 外热源 内热源 他家里手上都有 而且生活中 也有应用原始点 所以在确诊之后 他没有害怕的心理 也就是呢 该怎么做 就怎么做了 就是按照原始点的方法 按部就班 就这样处理 另外呢 在跟志工讨论 检视自己近期的生活 大家知道那时候是10月 是美国大选结果出来之前 那时候的消息啊 是满天飞 所以他晚上 有看新闻 看手机 熬夜的习惯 结果呢 就没有好好地休息 休息的不好 体力和免疫力 都有变差了 外出呢 虽然有戴口罩 但是呢 没有注意情换 有时候一个口罩 戴一周 或者更长时间 才会换成新的 所以呢 这个呢 都是值得那个 回头借鉴 然后要自己 在自己的生活习惯中 这样来改变的 因为同样一家人 生活在一起 都有接触新冠病毒 但是先生和儿子有得 太太和女儿呢 就是没有得 这位患者呢 他非常感谢张医师 和原始点 因为呢 有这样的这个理念 让他得了新冠 不害怕 而且呢 他知道 这个病毒 它是一个 恶源 是伤身之病之源 它不是治理的对象 治疗的对象 所以他知道呢 去从一下手 去针对症状 所以呢 很快的 很安心的 就把问题解决了 恢复得很快 因为他基本上是 从有不舒服 到第四天的时候 症状就减轻了很多 到第八天的时候 就痊愈了 那么希望呢 有更多的人 能够呢 有机会学到原始点 能够呢 从中受益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